这几个就是在翻转里面 如果我今天不是做翻转的话 那我很难这四种都implement 因为翻转就是弹性 因为它打造的那个 光是你想想看 光是就是说把 像你看老师至少今天第一天上课 从头到尾你们也都真的都坐在下面 那即使如果你们要多坐在下面 他们都录了这么辛苦 那就挂上去 你们自己找时间看 不是也跟今天坐在这里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这里的话 就是这三小时你都会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在网路上的话 可能做这件事情要花三个礼拜 不见得看得完 但是那是 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那是因为你们太习惯传统的学习模式 所以短时间还是很难改变学习习惯 但是如果全天下的课都是翻转 然后从幼稚园开始就翻转 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 我认为翻转就跟喝水一样 所以要这样看 所以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用翻转的话 那至少把单项讲课这件事情 改成是on demand learning self-paced learning 然后回到教室 不管这个同步的教室是实体的还是网路的 我们真的 教室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翻转教室 每一个搞不好都是tabletop 知道tabletop吗 不知道 就是 桌子就是个电脑 触控式的 然后桌子本身是上网的 然后三个人就合作 在这个荧幕上面 Mati Touch 就解问题 什么这样子 只有翻转能做这件事 你看多好 对 好了 这慢慢的 所以那个实体教室 实体教室真的很局限 而且实体教室的成本很高 你知道吗 实体教室的成本很高 因为同时同地 尤其又是 又是一定要 大家这个时间 什么都不能做 要嘛就翘课嘛 要嘛就是来这里 所以这个成本是很高 这么高的成本 应该拿来做双向互动 不应该拿来做单向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是 然后网路的教室 就是非同步教室 同步教室 移动教室 然后 无缝 这个词是Q 这个很重要 SIM this 有很多的科技都让我们SIM this 比如说 你现在有 有很多个屏幕嘛 现在有一个最小的跑出来的 Watch 也是Mati Touch 也是Mati Touch 那个 这么小萤幕 然后 Fone 然后Tablet 然后Desktop 对不对 然后 TV 对不对 然后Seater 所以 这个屏幕 怎么样提供 无Fone的Experience 比如说有人说 我读一本书 我可能在 在 在走路的时候 我是有声书 因为走路嘛 所以有声书 然后我 诶 搭捷运 那就平板 可是继续哦 懂吗 那个书 刚到哪里要继续 无缝啊 无缝 好 然后现在回到办公室了 坐下来了 然后 诶 手机100 平板100 继续 这样就是无缝的体验 所以你要打造的学习环境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要是SIMLESS的 Integration 这样 然后那个Social Classroom就是符合那个Bandula的那个Active Social Learning 就是说学习最有效的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化环境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真正学有用的东西就是要出社会 为什么 因为出了社会你就进入到一个社会教室 那你就是学活的知识 那你如果在Classroom你就是学死的知识 那我们能不能够在学校里面Formal的Education的环境里面就能够让你有社会化的环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Social Classroom是重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